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今集就不知應不應該叫做遊戲情報 因為今集我就會在Media Tour 日 首先跟大家看看今年的動漫電玩節 不如又看看今次有沒有東西適合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家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大家看看星期的遊戲家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早幾年因為疫情,相信不少朋友都少了出街 特別是人山人海的活動就更加想都不要想 我自己都是其中一個 不過之前很多朋友很多Hater都說 哎呀我想看今年的電玩動漫節 所以今年我就在Media Tour 的時間進入會場 早一日為大家講一講到底會場會有什麼 Media Tour 其實就是很多不同的展覽 正式對外之前的一天 所以有很多地方或戰區都未設定好 但我亦都在這段時間偷聽到會場不同工作人員的大哥 其實因為深圳那邊封關 令到不少物品都卡在中國 有些公司卡的可能是Display櫃 有些公司卡的可能是Product 令到有不少大會參戰商都要中途轉陣 好,講回大會 其實網上一早都有不同的大會平面圖出來了 你可以當它有五個大區 一個就是大宗玩具模型部分 一個就是手機遊戲部分 一個就是電競節相關部分 一個就是同人漫畫部分 最後一個就是Art Toys部分 大約是這樣 因為今年大會大部份都是跟Bandai相關 不如我們就講一講遊戲方面 裡面有幾部主機可以讓你試玩到 我幾集前提到的遊戲demo PS方面 今次跟CSL合booth 有GT還有幾部主機 讓大家試一下已經推出的遊戲試玩 Xbox方面都差不多 雖然就說是獨立booth 但可以試玩的遊戲都是已經推出的遊戲 而且demo機內都只有AS機沒有X機的影 而最大舊的都可以數它是新的Hot Wheels遊戲相關的demo機 然後會場入面有一系列很大部份都是手機遊戲 booth 有原神崩壞 還有一系列以前特別推介的金主爸爸 如果你要數其他跟遊戲相關的元素 扔下去就應該是電競部分 基本上感覺就像 將幾年前的電競賣物節 一次過合在這個展上 有各間公司的Product試用 有電競當然都有Monster爸爸 而動漫元素方面 今年就沒有了角穿 沒有了木棉花兩個大booth 剩下的Media Link又萬迪 當然要數動漫玩具 都可以數BANDAI 歲機 PR哥哥就說 模型方面都有會場限定 其中比較多人留意的就是現在畫面正在展示 還有G40 而SD方面就有黑悟空 另外還有榴彈區 龍珠卡機區 如果你想知道這部機是怎樣玩的 你可以去到19玩具頻道 看看水哥哥怎樣介紹 另外如果要數玩具的話 就要數好大格的玩具 反倒成BOOF 鞋子寶 然後還有V-ZERO BIGBOY TOYS 千直鍊等等的BOOF 一部份都未設定好 所以這部份我就拍不到什麼給大家看 相隔了一段時間 今年的動漫節亦都有分無形的比賽 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過來看一看 另外今次可以說 就是將電競節和幾個不同的節日一次過合一塊 令到很多元素放在一起 其實最怕的是什麼呢? 最怕就是大會的Event 突然有個很厲害的嘉賓 可能到時就會有點迫 而大會舞台方面可能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眼見只有三四排椅子 如果你是期待大會的舞台活動 希望到時大家就不會有什麼很大的不滿 而另外同人區就要等正式開幕才可以公開 我眼見的場地都不是很小 而會場的另一邊正正就是ART TOYS的部分 如果是跟小朋友一起去 可能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有人會說動漫節就沒有什麼好去 如果你是當它是以往的動漫節 你是打算入場看漫畫、打機 我個人就覺得吸引力真的不是太大 但如果你是想跟小朋友去 去感受一下氣氛 看看展覽又或者是各樣都望下的話 我覺得都OK的 但最緊要的是什麼呢? 都是看回當天的天氣 因為最近的天氣都有30多度 熱起上來你還要排隊 那麼多人的話都真的蠻辛苦的 好像我自己去Media Tour 人都已經不是很多 但冷氣方面都真的不是十分夠 這個位置我想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老老實實,我真的很努力寫 但這條影片我真的寫不到8分鐘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幫到你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我是希哲閣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